球隊總有氣墊跌跌 作為萬迷團結獲視力量 萬迷早晨 一個永遠支持萬迷的平台 2018年1月15日 各位萬迷早晨 今天非常有趣 因為昨晚和大家很多的萬迷一齊 跟進山齊時事件 一路看球一路跟進 非常有趣 今天的聲音怪怪的 因為原本的麥克風就壞了 現在用後備麥克風先頂著 不好意思 不過沒辦法 大家先聽著 今天有三樣東西值得恭喜 哪三樣呢 第一樣就是恭喜萬迷Terry 至於恭喜他什麼呢 大家自己去昨天 我們講到山齊時事件 那邊找 這裡就不會長說 不過恭喜Terry 第二就是恭喜 我們的曹炒鄰居 終於打破紀錄了 終於今季第一場 輸給利物浦的作客 究竟是他們的情況 會只是個別例子 像Rey Yen那樣說 還是說 那個形勢已經有少許逆轉呢 大家呢 我開了個post 在八大巴的facebook page 那裏 有興趣在那裏留言 究竟我們的曹炒鄰居 情況是怎樣 好了 第三樣東西值得恭喜 就是呢 我們的名宿傑司 賴恩傑司 終於找到一份領隊的工作了 那他應該呢 就 很多媒體都已經報了 就說他應該明天就會出這個通告 就會正式宣布 成為威爾斯國家隊的領隊 多謝報料 兩位Eric Harrell和Daniel 都有報料 恭喜他 終於搞了這麼久 都是好事來的 值得恭喜 因為他找到這個教球 都搞了 剛剛我們錄的時候 Steven也有報料 所以我們晚米也是替他高興的 所以今天呢 雖然前面壞了 但是呢 都有三樣東西值得恭喜 OK 那就說一下 就是這個 昨天那個投票 那麼 山齊氏駐會什麼時候宣佈呢 這樣 簡星期日 就是昨天 就已經錯了 這七位萬米 總共呢 39位萬米 投票 有13位是說不會發生的 暫時 我想他們這13位的錯的機會 都相當之大了 那麼暫時來說 12位投票 30% 或是星期一 也相當之 有機會的 在今天的情況 但是呢 也有曼迷說 今天呢 就是比賽日了 所以呢 就未必有宣佈 所以呢 有四位投 星期二 或者三位投 星期三以後的呢 都是很大機會 現在其實都 我想星期一 和星期二 或者星期三的呢 都是非常之平均的 那 究竟這件事什麼時候發生呢 不知道 今天 今晚10點 那個現場版 我就設定了 究竟做不做 或者提不去什麼呢 我想就取決於一些事情 希望有些事情就已經發生了 今晚就可以說 如果有些事情沒有發生的話 我就重新考慮 今晚10點 開不開這個現場版 大家請留意了 啊 還有啊 最近呢 聽到這裡呢 我想大家 一定在看Youtube啦 希望大家可以 在Youtube那裏 給多點Like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我之前也說過的了 現在在Facebook那裏呢 當然希望大家給Like 但是呢 就算給了Like 那個 那些Pose 就是 發出去 給其他人看到 多些人看到 其實越來越差 在Facebook那裏 反而呢 在Youtube那裏 我發覺 我們多了一些聽眾 另外呢 就說 發覺呢 就給了多些人看的機會 是大一點的 在Youtube那裏 那裏呢 所以呢 希望呢 大家 就是 故知然 在Facebook給Like 就是好事啦 多謝了 那也都希望大家可以 在Youtube那裏呢 那裏呢 希望呢 可以傳到給多些人看 還有呢 就算是那些subscriber 即是 在Facebook那裏 like了 或者youtube那裏 那裏呢 如果我們多點Like 或者多點討論的話呢 都多點機會給他們看到的 因為情況 我覺得 尤其是Facebook那裏呢 越來越差 傳遞的程度 OK 那 好了 去第二個題目啦 我們今晚了 主場迎戰史督城 那當然 也要說一下這場波 當然 那呢 哇 說了好像還有一件高興的事情 不過這個就未成事 不過在談緊啦 迪基啊 摩尼奴呢 已經說的了 就是說呢 這個球會呢 就已經 雖然他就 明年 不是說明年 是再一年 的 下季才會 原約的 還有我們一年呢 就是 假簽的一年 都還未 還有可以使用 所以其實 嚴格來說 他就有兩年半的約 但是球隊呢 我想對於他的重視來講 就已經開始了 經續約的了 那麥仔呢 也都 摩尼奴呢 也都說了 那麥仔呢 很少放假的 其實他都盡心盡力為我們簽球員 那都可以 就是說 摩尼奴和牧仔的關係 應該都是轉好的 起碼現在來說 因為早前呢 就好像因為簽人上高 有些左仔 就有些 不是那麼理想 那現在就應該是好一點 那也是第一 就是說 他已經開始和迪基亞簽了好似 第二 山神單夜 也都應該是比較正面一點的 所以摩尼奴和牧仔的關係就好了一點 那終於來到 我們今天的第二個題目 史督城 主場型戰史督城的 我們來說 就是 大約2018年之後 也不錯的 那個戰績來說 贏了2比0 奈華頓 還有打比 在足重背那裡 所以希望順著勢 對方 我們炒炒鄰居的勢 就差了 我們就希望順著繼續 一路贏下去 說真的 那 有什麼 隊伍新聞 球員的狀況 就是華倫西 應該就 可以回來 可以踢得回來 所以我都猜他 有機會 會正選 的了 卡維克 也都在 CAM 有訓練 到敗 那裡 其實有沒有機會呢 這個都要看清楚一點 那麼 史摩寧和 費蘭尼 都已經是回來了 可以踢的了 楊架 就仍然 第三場 金場 第三場 之後停賽 就完了 可以出來了 然後 拜里和伊巴 都仍然是受傷的 這樣 這樣 那 也有一個新消息 這個我也不知道 原來 伊巴 應該可以在 1月尾 或者2月頭 回來 糟練 之前 其實之前 可能是 理論上是可以踢的 但始終 他的出場 感覺 不太好 所以 還是要 休養 一個月 可能會好一點 我猜的形勢 就是這樣 施多成相反 剛剛 炒了領隊 暫時 代領 就是他們的 首席教練 Eddie 老實說 我不會讀這個名字 Niwiki 不懂得讀 Eddie 暫時暫待 也在說 史督城 正在找 前 麥福特的領隊 Sanchez Forest Sanchez 或者 馬田奧尼爾 就是前 愛爾蘭領隊 做領隊 暫時 這一刻 還沒有任何宣佈 所以 這場 一定是 他們的總教練 Eddie 尼韋奇 我真的不懂得讀這個名字 先 OK 當然 史督城的戰果 這陣子 一般 但是千萬 我還是說一句 他們的球員 是有一定質素 不能夠看少 希望我們嚴陣以待 去贏了這場球 球證是Anthony Taylor 是Anth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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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ylor 球證就是 有什麼其他比賽 值得提 剛剛那場比賽 已經打了 我已經說了大部分記招 說的東西 我看下我媽媽也是做烤士的 看下有沒有漏了 那就是 那就是 他和江地的口水戰 摩連奴就有少少想 完結了一件事 不要再想糾纏 摩連奴也說了 剛剛去到杜拜 那星期的訓練 非常之有用 很棒 山齊士 我們已經說了很多 他就說不說 因為 星期五那一刻 還是阿仙奴的球員 今天就不知道了 希望有些事發生 今晚的現場版 可以說 也是那一句 他就說 EBA 也有提及EBA 之前出過 不過 就不太滿意 他的狀態 所以 要再去接受治療 剛才也說了 應該一月未月 剛才再加入操練 我們昨天也說了 道安沙比 有機會外借 看看拜利的傷勢 也要 另外再說 MK仔 他就說 每個球員都有一個 新價 他就覺得 他就覺得 如果合格前的球會 就會考慮 也會考慮球員的想法 那就是他就不排除了 MK都會走 他沒有排除這件事 但是他就說 今場球會出他 有趣 那 最後 我們昨天也有說 就是說 我們建立這個球隊 在暑假的時候 已經完成了 正路來說 沒有想過 會買人 但是 有些特殊的狀況 我們昨天也有說 可能會了 看看這裏 有沒有什麼漏了 因為大致上 我的股市就是這麼多 對 市督城 雖然沒有解僱了 但其實也是要認真去對待 看看 大致上就是這樣 對 沒錯 大致上說的都是差不多 沒什麼多 沒什麼少 大致上說的 大致上說的 預計陣容 有趣 我今天找了很久 找不到 電信報有一個很棒的 網頁 我們可以搞那個 陣容 我又找不到 如果有萬迷找到的話 麻煩你可以 報料給我 因為我又找了很久 找不到 用回我自己的土爆 Excel 龍門迪基亞 這個也沒有什麼懸念 史摩寧由於好返 我覺得 摩連奴可能會被他出一下 就和中斯兩個拍著 休息一下 或者休息中斯 就出落河 也未頂 不過我覺得 如果史摩寧搭中斯 就比較穩陣 摩連奴會相信多些 落河始終搭中斯 好像多些 落河搭史摩寧 好像少些 我印象中 由於左邊 楊格仍然受傷 所以說真的 這拳場絕對是值得正選的 還有我覺得 他現在也有能力挑戰 楊格的左翼 正選的位置 即是說 下一場就算楊格 出得回的話 我覺得 蘇爾和他有力一爭 這場一定是正選的 應該 右邊華倫西亞出得的話 我相信也可能會出華倫西亞 中間 也是普巴達馬迪 我想這個也走不掉 但我覺得 好像我之前所說 我希望 好像馬迪 就主意去做防守 多些 寶巴可以打上少少 我以為自己幾招講 又會有機會出米基達恩 我覺得 應該要嘗試出他的 但他和楊格特 誰打中間 誰打右邊 我覺得就真的輪流換一下 就不要固定了 萬一大家也可以去右邊 楊格特 又可以走中間 尤其是楊格特 他現在來說 就經常打一個類似自由人的角色 不停走來走去 找空間 射門 或者進攻 就為之最好 我覺得 左邊 也會給馬迪爾 前面 勞卡古 我想也沒有什麼特別變 這個陣 也是很正路的 老實說 除了馬達 可能會休息一下 就給米基達恩 出一下 究竟米基達恩 日月會不會走 大家都不知道 無論怎樣都好 我都希望他這場球 打得比較好 發揮得好 因為這場球 適合他打的 史以篤城的球 其實就是後防 而言 不是迫得那麼緊要 希望米基達恩 和楊格特兩個 可以找到多些空間 製造多些攻勢 這場球 我覺得 形勢上 應該不太差 不過最近 我也不敢猜太多 說真的 所以我也是 脆脆地 猜3比0 我們有機會 主場就贏3比0 這場球 我的估計就是 希望順順利利 很簡單地說 好了 今天就這麼多 今晚10點 現場版 究竟開不開呢 我會在Facebook宣告 最後再提到一次大家 希望大家 尤其是Youtube 第一可以訂閱我們 就是訂閱我們拍大巴的 萬迷早晨這個節目 第二就是 希望在Youtube 可以給多些Like我們 因為Youtube 我覺得 看到形勢 就說給予多些人的傳遞性 是會強很多的 Facebook 真的越來越差 我知道 玩開的萬迷 就自己主動去Youtube 找尿 就是要看 主動去看的 就不會在自己那裡 很容易彈出來 所以就沒辦法 Facebook既然是這樣 我也沒辦法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